有一只股份不像一个投资者 就是1368 应该是特报 首先是Vincent 他说没有货的 但现在买会太迟呢? 可否速食一转呢? 另外就是Willy 他还是未买的 他说现在是否开车 可否跟进 或已经到水尾呢? 我认为车已经开了一段日子 3月到现在看图图都知道 除了说近期 应该消息之前有些下跌之后 升轨也未破过 今早也继续上升 对 今早也继续上升 所以第一个问题是否可以短追追 我认为昨天来说 其实那个波动挺大 当然成交很大 但是看到上影市挺长 所以不如考虑一下 在昨天收市价附近 可以试试一下 再破一些高位 等一等高位短炒 这个短炒的策略 那你说长远是否水尾呢? 那就要如何看 因为其实 如果你留意 李宁 2331这只龙头 和安踏 他们的升势 都不会停过了 因为今年来说 对太育用品股来说 内地来说 有几个方向是值得留意的 首先今年的经济复苏概念 我们一起说 太育用品是一种受惠行业 其次就是 东澳来着 东澳 你先说一下 东澳的一些新疆棉事件 其实某程度的确令到本土的品牌 的认秀性地略提高了 而这个在刚刚事件发生之后 两周的游戏明显 李宁和安踏管理场都说过 的确的销量是增加的 第三个 刚才你刚才说了 今年也有很多体育性事 欧国费也正在打 冬奥、奥运、奥运等情况 所以我们也看到 对这个行业来说 今年的增长是不错的 以往体育用品股 是百花齐磅的 香港很多商业公司都有尖手的 有些都忘记了 美克那些都说了 你都未必记得了这些公司存在 有136、136 亦都是中国动向 慢慢开始就剩下 人们就记得李宁和安踏 最多加上就是特布 叫做头三个阶梯 所以你说特布除了这个收购之外 可以说是有少少追落后 跟回李宁和安踏 因为到现在 去到这个位置 好多三位来说 安踏也很贵 一手都不便宜 所以可能会跟特布追落后 基本上来说 特布其实今次基金入股的收购 可能也看中它两个新的 国际板牙业务 可否重复安踏在FILA的翻版呢? 大家知道特布也收购到 K-Suite和帕丁尼 两个牌子 而去年2020年 看到这两个牌子的销售增长 是明显跑赢的 本身特布的品牌 以及收购价比 都达成一成 由以往的单位数 达成一成二 所以我真的可以看到 这些人可能会有充劲 会否重复安踏在FILA投资的成功呢? 所以是有这样的充劲 所以基本上来说 这个股份是可以继续留意 我想水尾应该不太快 可以继续考虑一下中场 好啊 感谢观看